遭受强大撞擊 引擎蓋扭曲變形 62歲的宋先生 2月22日當天 被違規雙黃線迴轉的車對撞 害他頸椎五六節骨折 脫臼 雙手失去知覺 緊急送往花蓮刺激醫學中心 我在真的眼淚一直滴 他就寫說可能風險很高 可能會造成碳犯 我那時候真的是沒辦法 當天人在休假的洪湘義醫生 一接到電話馬上排開事情 把握黃金時機以偽創頸椎手術治療 第一個要先做骨折脫臼的復位 第二個要從前面 他本來就有很多骨刺 去壓到神經的部分都做清除再融合 第三個再從後面做後固定 用四根釘子做後固定加強 所以大概同時間做三個術式 偽創的傷口小也花五個多小時 就完成開刀減輕患者的負擔 手術完我醒來的時候就感覺神經都不痛 就手腳會動 感覺非常棒 謝謝醫生的人心人數 幫我處理這樣非常棒 恢復狀況良好四肢找回力量 醫師提醒千萬不要再跌倒 也多做細部的肌肉訓練 回復正常生活不是問題 大愛新聞 我們以前余山柳洪志歡迎報導 我們以前余山柳洪志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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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